白锡文6月28日新一代的沃尔沃S60在推出后,成功以高颜值的外形以及高规格的动力数据引起大家的瞩目, 而作为最强对手之一的全新宝马三系,自然也不能落后。根据国外媒体报道,这款宝马一代经典长轻车款的计程车,预计将在10月的巴黎车展亮相,其中作为终极性能版的M3将搭载一具全新引擎,最大马力更高达475HP。 新一代的宝马三系将基于家族最新的可尔摩组化平台打造,在新底盘轻量化的特性下,预料新车的动力与油耗表现将会有所提升,同时内部空间表现也会进步不少。 在外观上尽管并没有沃尔沃S60般让人惊艳,不过新一代宝马三系依然还是采用了比线型车款更为低矮的车身轮廓,车头也可以看到更为锐利的头灯组,以及造型更帅气的双肾形水箱护罩,整体看起来更为流线型之鱼,也强调了运动化的风格。 至于内装部分,新一代的宝马三系将采用与巴西雷同的复古式空调出风口设计,搭配神服式的资讯娱乐系统显示屏,同时也确认将取消传统的手刹车,改而以电子刹车件取代,同时还备有DOTO HOLD功能。 此外电子排挡杆也采用了与新一代巴西COOP以及旗舰修旅车X7一样的全新设计,相信未来的宝马新车款都会采用一样的排挡杆设计。 动力配置方面,入门的325i将会搭载被调校成较低功率的B482.0L涡轮增压引擎,最大马力为184HP,而330i则会采用高功率的B48,最大马力252HP。 至于混动版的330i同样将搭载低功率的2.0L涡轮引擎,在搭配48V的电力系统下组成轻混合动力系统,综合马力为254HP,峰值扭力370牛米。 至于顶级版的M340i则会搭载3.0L的直列6缸涡轮增压引擎,最大马力高达385HP,也就是说新一代M340i的输出将会比X3M40i还要高,不过最厉害的当然是性能版M3。 据西原厂将为这款中级性能防跑,打在一具代号为S58的全新引擎,最大马力将会高达475HP。 白希文总结,随着全新宝马3系露出的详细越来越多,期待也随之越来越高。 从外观上来看,相对于奔驰、奥迪的改款车型相比,并没有那么大的变化,也没有给人一种惊艳的感觉。 不过这可能就是宝马的与众不同之处,从内在改变去吸引他的粉丝,我们也会持续报道有关于3系的相关消息,敬请期待。